装饰盒的战后作品精选 让民众也能够了解台湾历史 台湾创架学会举办文化巡根 建构台湾百年史主题特展 以装饰盒战后作品精选展 引领民众透过艺术赏西 更加了解台湾历史 创架文教基金会在2003年开始 我们推动了文化巡根 建构台湾美术百年史的系列策展 到我们今年2018、2019年 其实我们已经展出了130多位 就是我们台湾本土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其实在我们台湾本土的发展当中 有很多元的一个面貌 这一次我们以装饰盒老师的一个主题展 我们是叫前卫的先行者 装饰盒战后作品精选展 其实最主要也是要呈现出 主流的发展之下 我们其实也有在现代化的这个部分 装老师确实是一个前卫的先行者 这一次我们的一个展览当中 就特地安排了跟老师接洽之后 来促成了这一次的一个展览 那这一次来我们 严城艺文中心展览的部分 共有50件的作品 那每一件作品都是老师 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 从他这个战前的40年代 到最近的这样90年代 这中间的这个作品 有一个一系列完整的一个介绍 那这次我们也欢迎大家 能够来到严城艺文中心来欣赏 那我们这次的一个展期 就是从昔日期到我们的5月10号 那我们是周一修馆 那就是周二到周日 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5点 对吧 那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利用时间 来欣赏这一次 装饰和老师的作品 装饰和战后作品精选展 展期从即日起至5月10日止 欢迎艺术爱好者 细细探索这位前卫的先行者的精彩创作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